陛下,你打算什么时候把明珠放出来? 时机不对,怕是还要再让她容忍几天。 明珠有何错,她只不过是想为天下的女子做些事情,明珠已经很苦了,陛下若是再难为她,臣妾可不答应。 朕什么时候难为她了,她每日在晨路店,有酒喝,有肉吃,除了不能出门,日子过得可比朕要好多了。 臣妾只是想要告诉陛下一句,要是还不放了明珠,到时候可有陛下头疼的,陛下不就是想要嘴吗?臣妾给你就是了,赶紧完事去上朝。 爽! 陛下,近几月,京都的舆情越发严重,甚至由女子自发地组成一些组织,虽然还未见她们有何举动,但我们却也不能坐视不理。 至今日一早,已有近签名女子联名尚书,为公主殿下请命。 公主殿下为国分忧,一时情急,朝堂失忆,情有可原,臣斗胆,恳请陛下赦免长公主。 臣妾议,赦免长公主,明珠虽是长公主,但经典行凶,若是不忠诚,怕是不足以平民心啊。 当日之事,百官都亲眼所见,乃是韩大如有错在先,身为臣子,怎可对公主殿下不敬? 公主殿下一心为国,一时冲动,其情可原,何况陛下已经对公主做出了禁足的惩罚? 臣以为,若是在因此众成长公主,怕是会含了那些一心一意为国臣子的心啊。 既然诸位爱卿都这么说,常得,续臣露殿。 这么快就出来了。 女子联合会,是你的手笔。 什么女子联合会,你干的? 怎么可能是我,最近都在忙着给太子妃耕填呢? 是京中一些权贵家的女子新成立的一个组织,说是要联合起来,为女子做些事情,他们推举我当第一任会长,我再考虑。 这还有什么好考虑的,你都不知道,你在京都女子的心目中有着什么样的地位,没有人比你更适合这个位置了。 真的和你没关系? 我发四,绝对不是我,如果这件事真的和我有什么关系,就让我,就让我。 你怎么不组织我? 你发呀,我听着呢。 肯定不是我,不过要我说你做这个会长,也没有什么坏处,至少以后再做什么事情,会方便一些。 你怎么,这个时候进来,我正准备呢。 你能不能先出去一下,我和姐姐有话要说。 通过勾兰之间传讯,即将举行英雄大会的消息,应该已经差不多传遍了武林,不过距离大会开始也只有一个月的时间,还是有些紧张,有一部分人怕是来不及赶来。 那便再推迟半个月吧,总得等到大部分人都到齐了。 这样一来,又会多出许多花销。 花销不够了,可以从家里织取,武林盟主的资格,限定在天榜之上,应该能够节省不少的时间和花销。 好,姐你真的不打算,你知道,这些事情我做不来的。 转瞬之间,从永明出宫,到现在也有月余的时间了,瞎人这些日子颇为清闲,带着永明各种玩,日子过得倒也悠闲。 那是谁家的孩子? 一个亲戚家的,还是低调点好,万一说出来是公主,岂不是吓哭你们? 哥哥,这个桂花糕好好吃啊,我们回去的时候,给如衣姐姐,小环姐姐,还有端午姐姐都带一点吧。 小妹妹,你叫什么名字? 我叫李心仪。 哥哥,这位姐姐我以前在电视上看到过。 电,电视。 电视的意思就是,总之就是再夸你,长得漂亮呢,小孩子童言无忌,千万别往心里去。 童言无忌。 哼。 走,姐姐带你出去玩。 上次那位陈公子,后来怎么样了? 还能怎么样啊,上门好几次了,小姐都没见他。 听说那陈公子家境还不错,家里是当官的。 当官的了不起啊,我们还认识风绝的呢,那陈公子长得不好看,小姐才不要给他做妾呢,当官的不好,小姐过去会受委屈的。 什么陈公子? 就是一个小姐的仰慕者,想要纳小姐为妾,来了好几次了。 纳妾。 这可不行啊,落水神女,要是跟别人跑了,我上哪里去找这么好的首席设计师,首席画师,首席勾兰经纪人,这一个个的不得全乱套。 说什么呢? 说陈公子。 说他干什么,没关系的人。 就是,女子十八一朵花,连朝廷都说了,女子二十岁以后再谈婚嫁才是最合适的。 对了,那位陈公子,什么来头? 陈公子家里,好像,好像有什么圆外郎? 圆外郎,区区一个圆外郎,能配得上你家小姐,圆外郎的儿子就更配不上了。 下次他再来的时候,告诉他,等他什么时候,把礼部尚书踹了,自己坐上去,再来谈这件事情。 呸,礼部尚书已经是正三品大员了,这样的话你也说得出口。 女子贵在自强,要是连你自己都看不起自己,还有谁能看得起,礼部尚书怎么了? 正三品大员怎么了,你还是文明景国的落水神女呢? 只要放出一句话,求亲的人能从这里排到城外,怎么能连这点儿自信都没有? 你放心,今天之后,我就多安排几个人守在这里,姓陈的,要是再敢来骚扰,打断他的腿。 我还没想着嫁呢? 这就对了,身为景国子民,我们要响应,国家号召,千万别急着嫁。 你只能嫁给我啊,我是最喜欢你的玉兔,可不能便宜了别人啊。 哥哥,我喜欢刚才那位曾姐姐。 欣怡为什么喜欢她呢? 她给欣怡唱歌听。 哥哥喜欢曾姐姐吗?喜不喜欢吗? 喜欢。 爹,我就知道。 走,我们快点回家吃饭。 如意姐姐,你让我以后嫁给先生好不好? 哎呀,我没有开玩笑的,就算以后我真的嫁过来了,如意姐姐也是姐姐啊,我会很听话的,就像现在一样听话,我永远都比如意姐姐小一个。 小两个,小两个也行,最多,最多比先生偷偷去见的那位曾姐姐再小一个,不能,不能再小了。曾姐姐。 相公若是真的喜欢那位落水神女,便将她迎回来吧。 相公不用担心妾身,妾身不是杜妇,京都这些薰贵官员,又有哪一位像相公这般,家中只有妾身一人,只怕是时间久了,也会有人传闲话的。 谁敢传闲话? 况且,妾身和相公成亲这么久,也没有,也没有为相公为虾家有所出,那位曾姑娘也算是财貌双全,又和相公有救,若是她能进府,妾身心里也好受一些。 娘子别开玩笑了,什么有所出莫所出的,这种事情急不来,只是相公难免有点吃不消啊,毕竟娘子是宗师。 妾身为相公熬了公鸡蛋烫,实在不行,妾身给相公传授内力。 啊? 会长大人,最近不应该这么闲吧? 具体的事情,自然有下面的人去做,倒是不怎么忙。 京都这些权贵家的女子联合起来,的确能够为更多的女子做些实事,你是怎么想到的? 什么我怎么想到的?女子联合会是京都女子智慧的结晶,和我有什么关系? 我总觉得,女子联合会能做的,不只是帮着朝廷推行延迟女子婚礼的律法,你觉得呢? 你们女子的事情,我不懂。 说两句吧,推迟女子婚育年龄,规范接生程序,这些总归是你提出来的。 真的不懂。 答应你,帮你整出来。 哦! 这个女子联合会嘛,自然不是,只有这一点作用,女子地位低下,时常受到欺凌,在这种情况下,便是官府有时也不会,根据律法还他们公道。 你们女子联合会,便能充当这些女子的保护伞,规范律法的同时,也能还京都一个朗朗晴空,新的婚律施行之后,会使得许多京都,许多穷苦家庭生活更加困难。 你们可以为这些年满13的女子,提供一份能够从事的活迹。 比方说刺绣应染,香水作坊,香皂作坊,这些工作其实都适合女子,让她们能够养活自己,甚至是整个家庭,开女学,挑选出一些有自制的女子,定向培养,例如女医,女帐房,女掌柜,女间谍,女刺客什么的。 我们的生意以后会做得越来越大,这些都是少不了的。 女间谍,女刺客,这和做生意有什么关系? 这个不重要,刺绣,硬染,织布,这个比较重要,直接让李轩改良一下,染料的配方也改良,不做布匹,做成衣,算了,这个你不用管,我来安排,女学,女学这一块,你要足够重视,不教女戒,不读烈女传,学管理,学技术。 做这么多事情,怕是要不少钱,国库本就紧张,不会将多余的银子用在这些事情上面的。 朝廷,你缺钱吗?李轩缺钱吗? 不缺。 既然我们不缺钱,为什么要管朝廷药,这件事情和朝廷有关系吗? 我明白了。 加油,我看好你。 衣服脱了吧。 明珠要开女学,若是依皇后所说,此女学之规模,也当真是失所罕见,称得上是另一个国子贱了。 国库一直吃紧,却是没有多余的银子让她如此折腾。 这一次陛下可是猜错了,明珠可没有想着要从国库里面拿银子。 没有十万两银子的投入,则是怕是难以做成,这些银子她要从哪里得来? 陛下可知,如今至今都城中,最赚钱的生意是什么吗? 是香水,宫中上道妃子,下道宫女,甚至连几位小公主都在用香水,在宫外更是大受欢迎。 每次出了新品,都会在城内贵妇的圈子里掀起一阵风潮。 陛下可知,这赠许高的一瓶香水,要卖到多少钱? 紧得摇了摇头,下人说过她不能闻香水的味道,因此身边随时的宫女,都是不允许用那东西的,皇后也从来不用,她对此倒是不太清楚。 十两银子,一瓶便是十两银子,便是如此,仍然有无数人对此趋之入伍。 更何况,香水也只是明珠名下的一类产业而已,销造,历久,这些东西的利润,可是并不逊色于香水多少。 说实话,明珠现在到底有多少身家,臣妾也不知道。 这些东西竟有如此大的利润,不过半年时间,便能让她轻松地拿出十万两银子。 这可就要归功于陛下的瞎献博了,不仅仅是明珠,宣儿这半年来,银子怕是也没有少赚,臣妾这段日子,说他们的孝敬都收到手软了。 好好的献博不做,却学伤人去做那些逐利之事,瞎人这些天都在干什么? 回陛下,瞎献博这些日子带着两位公主在四处游玩。 还有呢?回陛下,没有了,她每日就只和永宁受您玩闹。 瞎献博说,这是在让永宁公主放松心情,有助于她的病情。 也不知她的医术是从哪里学到的,虽然看似荒诞,却也行之有效,罢了罢了。 寿宁去哪里了,这几日朕怎么没有见过她?在瞎献博家里,拐走了朕一个女儿还不够,还想拐走另一个吗? 陛下莫生气,晨妾今晚准备了玉兔帮陛下认一认。 哦! 喔